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热点背景 来看一下内容提要 彭丽媛暗中布局,内斗到最后习近平只信夫人 抱凡最后一条微信曝光,如末日般的生活 白宫警告中国喊停火,是帮普京巩固战国 美国立足宏都拉斯与北京建交,来看一下具体的信息 来自台湾媒体上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杜正》的文章 文章表示,2023年的3月10号 习近平内定的人士通过了走过场式的选举而落幕 但是习家军加上收编的部分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中共官场将会拉开新一轮的博弈 在这当中,鲜少受人关注到的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势力 似乎已经在暗中布局 作者表示,3月10号公布的中共新一届的人大副委员长的名单当中 出现了中国作协的主席铁宁 今年65岁的铁宁是继矛盾和巴金之后的第三个中国的作协主席 正部级的资历超过了16年 是两届的候补中央委员,三届的中委 按照惯例,中共人大的副委员长之中 要有一名党员女性来兼任中国全国复联的主席 预料铁宁还将接替沈月月来执掌中国的全国复联 作者说,铁宁当上了副国籍 与大五毛前四川省的网络作协的主席周小平 最近当上了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一样 能够让人真实地感受到中共官场的逆淘汰 铁宁是继郭沐若之后又一名担任了人大副委员长的作家 他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作品质量平平 但是因为在政治上向当权者靠拢而获得了高升 他时常被类比郭沐若 作者说,铁宁把持多年的文联作协 恐怕是社会主义国家独一无二的怪异产物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官办的机构 一切围绕着统治者服务 作家在这里基本上没有创作的自由 作协的权力机构本来处处都是参照了前苏联 在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历次机构改革当中 却从未改制 至今仍然是正部级的单位 作为群众性的团体组织之一 和党政机关一样 都是由国家财政包干供养 作者说铁宁曾经在重庆接受薄熙来的尔提面命 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运动期间 2010年铁宁带着作协的一帮人赴重庆开会 获得薄熙来的会见谈合作 为薄熙来造势宣传 中共的官方媒体报道说 当时处于大旱灾区的重庆 旱情十分的严重 而作协的作家们却在享受总统套房 奥迪车接送的高级别的待遇 中国的作家严言文写微博怒斥作协 说一席宴吃尽了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 网友则表示代表博书记奖励你五毛 一句话中国文艺界在中共党的控制下已经烂了 作者表示铁宁尚未赴国籍堪比锅目弱 令人猜测中共最高层是否有回归文革时期的真实意图 作者表示薄熙来已经倒台多时 但是铁宁还有一重势力 那就是他与习近平的夫人的渊源深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他在河北宝定地区文联刊物花山当编辑的时候 去过郑定县 与时任的郑定县的县委书记习近平结诗 铁宁身兼中国文联主席 算起来还是文联副主席彭丽媛的领导 彭丽媛在2011年11月份的时候 开始担任中国文联的副主席 之后连续两届连任 作者说2021年的12月14号 中国的全国文联和作协在北京一起开代表大会 习近平与副任彭丽媛一同亮相 作家铁宁继续担任中国文联的主席 彭丽媛继续担任副主席 彭丽媛当天身着军装坐在主席台下 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在拍摄的时候 特意给了彭丽媛一个特写 虽然说铁宁是彭丽媛的领导 但是因为彭丽媛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夫人 真实的地位是颠倒过来的 他往往在文联这个单位当中比较的超脱 比如2017年11月份的时候 中国文联在北京召开有关中共十九大的座谈会 身兼文联副主席的彭丽媛只是递交了书面发言 作者表示铁宁的情况有点像三朝国师王沪宁 最早是靠江泽民发迹后来经过胡锦涛时期 再到现在归到了习近平夫人这边 当然看起来更像是和彭丽媛更为亲近 彭丽媛在中共党内的势力范围大概有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文艺界 第二就是军中 他在军中多年早年人比较的温和低调 据说口碑也不错 许多将军还是愿意听他的号令 作者说第三个势力就在他的老乡当中 彭丽媛是山东运城人 这与官场山东邦也能联系起来 祖籍山东运城的现任政治局委员 新疆书记马兴瑞是军工系的官员 获得习近平的重用之后 一直就传与彭丽媛的关系密切 有变色龙之称的现任的人大第一副委员长李鸿忠 祖籍山东昌乐原是江派的人马 许多人认为他是表忠习近平上位 但是他疑似也是走了夫人路线 作者说2021年的10月26号 天津音乐学院和美国朱利亚音乐学院合作 设立了天津朱利亚学院和天津音乐学院朱利亚研究院 举行了校园落成典礼 彭丽媛致贺词师说 这是促进中美人们交流的新平台 随后李鸿忠主政天津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分别于11月份的时候 举办了学习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 做好天津对美人们交流工作研讨会 和学习彭丽媛教授贺信精神 做好天津对美工作座谈会 称彭丽媛的贺信为新形势下 展开对美国的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 而这也是首次有官方称颂彭丽媛精神 也只有李鸿忠这种人能够做得出来 作者表示 再者就是两届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也是山东人 没有当常委之前 时常陪习近平的夫人出访 其他的山东籍的高层 还有政治局的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引力 中央委员当中则有西藏书记王军正 河北省长王正普 安徽书记韩俊 浙江省长王浩 湖北省长王忠林 贵州省长李炳君 江苏书记信长兴 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深圳书记孟凡丽等地方大员 而在中共军中的中央委员当中 上将徐中波 董军 中将徐熙胜 都是山东籍 作者表示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吴国光 今年初的时候 曾经列出了习近平亲信当中的四个关键的派系 包括了跟习近平共事过的福建浙江和上海的官员 以及习家族关系深厚的陕西官员 另外五个派系则是军方和工业部的官员 跟清华大学有关的官员 跟中央党校有关的官员 跟习近平的妻子彭丽媛有明显关系的官员 以及安全部门的官员 他认为在未来五年 习家军各派系争相拔高自己的人马 习之下的新派系会迅速的崛起 作者说 习家军各邦中的投面人马 目前已经在各个地盘布局 当中还有许多属于 谁给饭吃就听命于谁的技术官僚 作者说 现在中共的官员不需要奉献精神 只要忠于主子 为了共同保住这个黑帮集团利益 而狼狈为奸 他们内斗内行 一定会在自己帮派狗咬狗 作者说 习近平极权之势 正比肩中共见证的毛泽东 但是在中共的历史上 毛泽东也逃不过 让夫人江青参与政治的怪圈 独裁者走到最后老朽来临 可能谁都不信 只能靠夫人上阵 作者表示 从彭丽媛一贯的低调看 与江青显然大不同 但时势所迫 一旦后习近平时代朝政出了乱子 未来彭丽媛是否走上江青的老路 成为内斗幕后要爵 外界还在观望 当然彭丽媛本来还可以作为一个贤内助 亲贤能远小人 小者可展国母风范 为草民发声 大者可以扭转习近平的左转 推动埋葬一党专制 这其实也是扭转习所面临的危机 也就避免了日后全家的身家性命之危 好 再来看一下包凡最后一条微信曝光 如末日般生活 来自台湾媒体自由时报的信息表示 华尔街日报披露 华星资本的创始人包凡 今年一月份中旬的时候带着他的子女 出席了北京其投资银行的年度派对 他的子女当场演奏了乐器 并且演唱了酷玩乐队的热门单曲 他还鼓励现场的数百名的员工要大胆的前进 而几周之后他消失不见 文章表示包凡在该派对举行前几天的1月9号 在微信当中留下了他最后一条贴文 他恭喜粉笔公司在香港上市 这家职业培训服务供应商 是其公司基金的投资组合企业 而在个人状况下面包凡写着 如永生般逐梦如末日般生活 报道表示这位着手打造中国摩根大通的52岁的银行家 现在被关押于中共反弹机构控制的监禁系统之内 无法与外界进行接触 他的消失正值中国科技界 对政府结束打压的希望上升之际 而前经济沙皇刘赫 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的时候也重申 中国对企业再度开放 让而包凡的被捕抹除了这样的善意 并且让中国的企业和金融圈不寒而栗 文章表示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冯崇毅表示 如同数以千计的其他人们 包凡抓住中国拥有市场经济的机会 靠着自己的专业能力达到了成功 因此现在成功者人人自危 这样的威胁非常的真实 而私底下包凡的亲朋好友对于他的拘禁感到沮丧 他创办并且经营的华兴资本规模相对小 因此受到了政府如此监督并不寻常 包凡的同事、商业伙伴与亲友对他的安危忧心忡忡 希望他能够尽快地公开露面 包凡的一名好友表示他觉得彻底换面 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表示 包凡上个月的时候被中国当局带走 协助调查华兴资本前董事长丛林的贪腐案 丛林离开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子公司之后 2020年加入了华兴资本 报道表示当丛林任职中国工商银行的时候 某单位提供华兴资本一笔两亿美元的贷款额度 调查人员准备理清 丛林担任华兴资本董事长是否有对价关系 中国工商银行的国际部门 也是华兴资本2018年首度公开募股的保健人 从中获得了该公司的受股的费用 报道表示中国当局没有正式的透露上述的任何信息 顾问公司侧委咨询的共同创办人 波尔克表示 在中国真的存在正当程序风险 问题不在于这些公司执行长或董事长被带走问讯 而是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而且秘密进行 没有事先的警告 人们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好再来看一下白宫警告 中国喊停火是帮普京来巩固战国 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星期 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莫斯科会晤 并且随后与乌克兰的总统泽林斯基通话之前 白宫拒绝了北京提出的在乌克兰停火的提议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 在星期五也就是3月17号的时候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如果这一次会议发出了某种形式的停火的呼吁 他表示我们会感到担忧 虽然停火听起来不错 但是他实际上认可了俄罗斯在当地取得的成果 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尤金乌沙科夫 星期五也就是3月17号的早些时候表示 与习近平的会谈可能会产生 解决乌克兰战争的新方法 科比表示停火可以为莫斯科提供机会 为未来对乌克兰发动更有效的进攻而做准备 他补充表示 此时的停火不符合乌克兰的利益 并且将违反联合国的宪章 因为这将剥夺人们对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的认知 报道表示 泽林斯基谨慎地欢迎北京的参与 他说成功将取决于行动而不是言语 上个月的时候 北京发布了乌克兰政治解决方案的12点框架 呼吁尽快的直接对话 以便达成全面停火 该文件没有具体的说明解决 俄罗斯对乌克兰领土的占领 或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 也没有要求俄罗斯撤军 乔治布什研究所的执行主任克莱默表示 通过提议停火 中国人似乎是在试图为普京挽救一些东西 他表示 俄罗斯军队表现不佳而我们现在不需要中国的干预 报道表示 并非所有的观察家都会迅速的拒绝北京的外交提议 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的大战略主任乔治·比比表示 鉴于普京已经与西方断绝关系 并且变得更加的依赖中国 习近平可能有很大的机会促成和平 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是一个主张美国外交政策克制的智库 比比向媒体表示他在完全拒绝中国参与方面的回旋余地是有限的 而在乌克兰方面 比比指出虽然他们不依赖北京 但是他们意识到中国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不确定因素 如果只是为了防止北京在军事上支持普京 泽丁斯基会想与习近平接触 因为这可能会改变战争的结局 报道表示 在这一点上交战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停火 前景渺茫 最近的民调显示85%的乌克兰人认为 不接受任何领土让步 即使这意味着一场更长时间的战争 基辅要求俄罗斯撤出自2022年2月入侵以来 占领的地区 以及普京于2014年非法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 与此同时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核政策项目的联席主席 詹姆斯·阿克顿表示 莫斯科将反对任何要求他从新吞并的乌克兰领土 撤出的停火协议 俄罗斯更不可能同意从克里米亚撤军 好 再来看一下美国立组洪都拉斯与北京建交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消息人士透露说 美国正在试图阻止洪都拉斯落实于北京建交的计划 希望洪都拉斯在还没有与北京政府达成协议之前改变主意 根据路透社在星期六也就是3月18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表示 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特罗宣布计划与北京建交之后 华盛顿向洪都拉斯政府施加了外交压力 来自美国和几个中美洲国家的官员和前官员表示 卡斯特罗的临时宣布与之前将外交效忠 从台北转向北京的拉美国家的做法形成了对比 因为这些国家倾向于在公开场合宣布他们的外交转向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卡斯特罗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也就是3月14号的时候 透过推特发文的形式宣布了这个计划 他说自己已经指示洪都拉斯的外长雷娜 着手准备与北京建交的事宜 并且表示 这一决定展现了他落实政府计划 并且拓展边界的决心 美国和台湾的官员都说 尽管鉴于卡斯特罗的竞选立场 宏都拉斯计划与北京建交的宣布并不令人惊讶 但是宣布的形式和时间点却令他们措手不及 报道表示 宏都拉斯在宣布可能与北京建交的计划的时候 也出现了另一个不寻常的情况 宏都拉斯驻台湾大使布洛德 在卡斯特罗发出推文之后不久 应邀与台湾外交部的官员进行了见面 两名台湾外交人士表示 尼加拉瓜2021年宣布与台湾断交的时候 拒绝了与台湾官员见面的邀请 目前仍然不清楚双方会面的结果如何 根据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的转述 台湾外交部的次长于大雷向布罗德表达了台湾方面的严正立场 并且重申台湾愿意帮助宏都拉斯发展建设 还呼吁宏都拉斯要谨慎的斟酌 不要落入了北京的圈套 做出损害台湾与宏都拉斯多年有益的错误的决定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